大家好 欢迎来到我们的深刻中国节目 今天我们将挑战传统观念 深入探讨美国海军如何应对日益增长的中国军事威胁 从冷战时期苏联的战略 到如今的中国轰炸机舰队 美国海军的武器系统历经变革 特别是在推出波音F-18E役号斋斗机 及其搭载的IM-107-12NB导弹后 海军的空中优势得到了显著增强 这种新型导弹不仅是对抗中国轰炸机的回应 更是海军重塑力量平衡的关键 然而这些并不是没有代价的 随着弹药库存的紧张 美国海军必须谨慎欲用这一强大的武器 面对如此复杂的军事局势 我们将深入剖析这一武器系统的影响 及其未来的战略意义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在冷战的尾声苏联为了削弱美国海军的强大优势 特别是那无敌的航空武舰 及其强大武装的空中编队 开始拼命建造一支长城轰炸机部队 在这些轰炸机上 他们装配了威力强大的长城反舰导弹 目的是在欧洲爆发战斗时 可以对美国的航母战斗群发起致命打击 想象一下这个场景 当时的苏联轰炸机从320英里外发射 6吨重的T22反舰巡航导弹 可能一次就发射数百枚 虽然T22的准确性并不高 但其一吨重的弹头足以造成巨大的破坏 苏联当时相信 如果同时发射数百枚导弹 总会有一些能突破美国海军的防御 摧毁航母 在这样的背景下 1970年代的美国海军部署了一种专门用来对抗苏联轰炸机的战斗机导弹组合 格鲁曼曼弗斯斯四熊猫战斗机搭载长城的休斯IM-54凤凰导弹 这个组合专门用来在苏联Bagfire轰炸机发射导弹之前将其击落 虽然这些熊猫战斗机和凤凰导弹早已退役 但新威胁又来了 这次来自中国 根据Telegraph的报道 美国海军终于在今年推出了一种新的战斗机导弹组合 以应对中国的威胁与中国的威胁 这次的新武器是波音F-18EI黄蜂战斗机 搭载非常长城的雷神的IM-10712MB导弹 这一消息在9月11日被一位摄影师揭露 他在加利福尼亚州拍摄到一架超级大黄蜂进行测试飞行 机翼下挂住四枚大行星导弹 而IM-10712MB是22英尺长的标准导弹 USM-6的空射版本 通常是从美国海军的驱逐舰或巡洋舰的垂直发射管发射的 如今的超级大黄蜂搭载四枚一 900磅的IM-10712MB起火力可与冷战时期的熊猫战斗机相媲美 后者在长城作战中创伤使用它 这意味着美国海军在应对中国威胁时又夺了一个强有力的武器 这一切是否真能扭转局势 美国海军支持者对此抱怒很高的期待 2020年 惠意美国海军指挥官杰瑞沃森在一篇文章中呼吁承认外空战斗回来了 海军必须拥有长城战斗机和长城空对空导弹 以应对威胁 这些倡导者应该感到高兴 随着空中发射的IM-174美国海军重新将火力平衡倾斜回自己这边 航母的空中编队通常携带超过40架超级弹黄蜂 如果这些战斗机全力出击 对抗中国轰炸机 航母可能在护航舰艇发射一枚地对空导弹之前 就能击落超过100架轰炸机或导弹 然而航母空中编队发射非常长城空对空导弹的能力增强是有代价的 根据Telegraph的报道 美国海军的IM-174导弹库存仅有850枚 每枚成本接近500万美元 舰队预计到2028年 每年将购买300枚这些导弹 但空中发射型和地面发射型的比例尚不清楚 显而易见的是 舰队的垂直发射型中根本没有足够的ASM-6导弹 并且在重大战斗后地面舰艇的弹药库存也不足以重新装填 希望海军在2020年代末的战争中 又有超过几百枚IM-174导弹是不现实的 或许这些导弹足够应对几场激烈的空战 尽管如此 IM-174是一种强大的武器 可能在美国和中国舰队之间的潜在冲突中发挥决定性作用 但它也是一种珍贵的武器 美国舰队必须谨慎使用 随助战斗的进行 每一枚IM-174都将成为战场上的宝贵资源 既能在关键时刻提供致命打击 也可能成为战局中的潜在变数 这场技术竞赛让人不禁想起冷战时期的军备竞赛 如今的美中之间的竞争也同样激烈 甚至可能更为复杂 随助新武器的部署和战略的调整 我们只能拭目以待 看看这次新科技能在未来的战场上掀起怎样的波澜 欢迎大家进入六度探索的辩论环节 我们从正反两个角度对本节目进行辩论 请出我们的辩论高手楚天书谢琪琪 我是楚天书 我是谢琪琪 各位观众朋友们 看看这个美国海军的新举措 真是令人欢欣鼓舞啊 就像金庸小说里的张无忌 拥有九阳神功后 再也不用担心被敌人围攻了 现代的超级大黄蜂战斗机搭配AIM-174导弹 就像是张无忌拿起了屠龙刀 面对任何来犯之敌都能一见封猴 真是爽快 思想先驱爆 成为有洞察力的人 华尔街电视特别节目 纽约时间 每天早上八点 李奇博士主持 和平评点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探索 这是一个由科学家经济学家媒体人 工程技术人员合作建立的新型媒体 网友与六度 请介绍给你的亲朋好友 请介绍给你的亲朋好友 或讨论